嗆嗆三人行 这个结婚了 是吧 扎可伯格 这个什么 跟他老婆结婚了 这个老婆 徐老师你觉得什么咨询 苹果日报的头版是 千亿童话 说他是可能是香港人 可能是香港人的移民的后代 我跟你说 人家这个还是学医的 对吧 而且还懂英语 懂西班牙语 怎么都不懂英语 是美国人了 你不能夸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人懂汉语 那他的第三外语 跟我的第二外语是一样的 就广东话 他会说广东话 而且这个女的长得 那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就不重要 对 圆润 对 这个这个 咱们还是看看照片 最能够知道 是不是这个郎才女貌 你看这个女的 要不说 他也给我一种很有力的感觉 是吗 这夫妻俩 这能捍卫他老公 对 你看 其实他老公这模样 长得也不像个聪明人 你知道吗 能有那么个劲 这两口子在一起 你看婚礼上 这俩 多甜蜜 咱们还是应该祝福人家 当然人家也听不见 但是最近就有聊的了 说是这个江苏徐州出人 嗯 你知道吗 尤其是出女人 女人才 哎 说江苏徐州出来的女的 一个搞定老梅多 一个搞定小伯格 这是小伯格 出来的 那个谁呀 这个伯格是 邓文迪 邓文迪 传说祖籍 也是江苏徐州 这个传说祖籍 也是江苏徐州 怪不得曾经有淮海战役 哎 哎 说说 无厘头 真是太无厘头 但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因为这阵子 正好又有个新闻 你们注意到 昨天出来的嘛 是什么地方 是广东 好像有富豪的 对对对 征婚 征婚 对对对 大拍场 要处女 对 是吗 当然了 他不能这么说的 要纯洁之身 要纯洁 他没说是处女 括号又没有性经验 没有性经验呢 不是处女是使女吗 中国的有个菜 不叫童子鸡吗 英文 盘做的 check it without sex 知道没有 对我知道 就是 假的我不知道 中国有个鸡 童子鸡 我知道 我知道 后来的有菜单上翻 翻出来 翻成英文嘛 所以就说的 check it without sex 一个鸡没有性 没错没错 一个没有性的鸡 现在纠正了 现在翻成叫春鸡 对 Spring chicken 对 Spring chicken 就一下从这童女 变成淫妇了 是吧 春鸡 可是 我就觉得 这个对比很强烈 很有趣 就是这边 我们的富豪呢 是需要搞这样的一个 征婚的一个过程 而且好像说 有些专家评委 我看到他们开会的过程 就是在看表格 有面试 好像去了一千多个女孩 两千多个 两千多个 只有二十几个 能参加到那个party 但报名的有两千多个 所以我就很有意思 我在想 我们中国的富豪 是平常没有 结识女孩的能力 跟机会吗 比如说像 这个这个伯格 他就娶了 好像是大学同学吧 对 大学同学 这是个大学同学 那我觉得人家 做富豪 而且肯定也比 现在征婚的富豪 要有钱啊 他也用不着搞征婚 是不是中国的富豪 要找婚姻对象有困难呢 但反正这个婚训 传出来以后 对中国很多 因为中国 据说北京都有这样的学校嘛 就是怎么帮你找一个好老公 那个学校是很热门的嘛 很多女生去休克 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请 这个Facebook的老板娘啊 老板娘 去做lecture 对不对 应该说 那我觉得完全没有用 这真的是有文化差异 我们要在这里 小心西方文化霸权 这个你要了解美国 他这个国家 他当然有很多小女孩 会想要贴着富豪 对不对 想嫁入豪门 但也有很多情况 像他这个情况 他真的就是大学 一个书呆子 一个ner 那么忽然之间很聪明 然后想自己搞些事 退学了 自己搞生意 啪 一下火了 发了 那整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按照中国人的智慧 会说哎呀 那他得变脸了吧 你看这是朝刚之期吧 长得还不怎么样吧 他红了吧 火了吧 旁边没有漂亮小妞吗 不是要说他有多坚真 这个爱情多忠诚 而是你也在美国住过 我们就很能理解这个状态 就他学体还挺单纯 对 你就比如说像巴菲特 他那个老婆 也就是几十年来 就那个跟他从小一块大 那样子吧 不会说是你会觉得他非得找个女明星啊 一个要怎么样 你说比尔盖茨那个月来也是他们公司的同事 他不想欲望大解放吗 他 我觉得会有欲望大解放的时候 肯定 比如说他们 你看过他那个电影吗 Facebook那个电影 他们刚刚下说 他本来就有 也是一堆派对啊 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上 美国人比较能够做平常人 我举个简单例子 像洛家辉啊 中国现在很多人说洛家辉做秀嘛 对不对 好像前阵早上是北京一份报纸 还有你记不记得这事 说这个洛家辉你别装了 你有本事你公布财产 其实美国官员早就都公布了财产嘛 其实你 我很多在美国住过的朋友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美国的朋友 他们就完全不觉得那怎么能叫装 因为对美国人来讲一个官 他比如说他自己去买咖啡 还对 他背着个背包 对 这很常见 这真的 这不是说他有 这完全 我不是要帮他说好话 我不是想说洛家 因为你要帮他说好话 你该说 你该夸洛家 你看人家多朴实 人家多么的愿意贴近民情 在我看来 他根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 日常生活就这样嘛 这个我没在美国生活过哈 但是我结交了一些中国权贵什么 咱们的攀附富贵 他们有些人就挺 就也就是在回美国的时候 确实也觉得 这美国人呢 照咱们的想法 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傻呀 还是什么 就甚至就有点讨厌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 在中国有钱了的人 回美国 他说哎呦 那帮人呢 就过去那些熟人呢 他很讨厌 就是说 你住个好点的酒店 他们就在背后说你 你知道吗 就那意思就是说 这一傻差啊 就是住住这么贵的酒店 你知道吗 对不划算 怎么这么傻呀 其实你看他 你像我们认识一个老头 老头是一个基金会的 这么一个管管理基金会的 他能从中国安徽啊 买买一个老的民宅 整体运到那个博物馆 运到波士顿 这个钱你就那就不要说了 有多少钱 可是你知道 这对老头老年夫妻啊 那个抠啊 我们就说这个抠啊 说到中国的酒店喝咖啡啊 一杯咖啡五十块钱 两口不喝了 你知道吗 先贵 说太贵了 说五十块钱 他不是装蒜 他是真的就是 你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 小费 你觉得就是这样 他的价值标准 对啊 他不是 不关我 不是说没有钱 不关我没有钱 他觉得 离谱嘛 咖啡不该卖这么贵 对 我遇过太多这样的美国 没错 所以我包括甚至我认识过一些美国的一些过去一些也是议员啊什么 那个在在我们的标准来讲都叫达官贵人 他就是背这个包啊 他就是背这个包 骑个脚踏车上哪玩 那也没什么 我有几千万上亿是一回事 可是你咖啡不应该五十块一杯 那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 用这个观念来解释他们这个婚礼啊 也解释得通 因为他这个爱情 之前的友谊到现在结婚 这是一回事 我的公司现在市值多少亿 这又是一回事 我们先理想的来说 我们先假定说他跟他上市没关系 他不是一个表演 等等 我们先把这些阴谋论的东西先撇除掉 在美国人他的确是分开 可是中国呢 现在大家的大家的共识呢 觉得这个是应该混合在一起的 对 你既然到了富豪了 那你的爱情 你的价值 你的本钱 什么都变了 是我想起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的问题是 他们对于这个女的爱这个男的 他们没有问题 他们觉得这个很正常 可是他们对一个男的二十八岁 现在变成世界上这么最有钱的年轻人 他还跟他拍拖了八年的这个 按我们旁边人看的 好像其貌也不扬的跟女的结婚 这个好像回到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爱就是旁人看着吃亏 你自己觉得占便宜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 使我详细一个什么事情啊 我当然这个类比是有点牵强 但是使我详细 我有一次跟跟刘凡 刘少明他们在讲那个青春之恋 讲那个话剧青春之恋的时候 下面做的很多香港的听众 大部分是女的 他们的问题都是这样 他们说范柳元喜欢白刘苏 白刘苏喜欢范柳元 我们都明白 但是你们作为男人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范柳元为什么到最后喜欢白刘苏了呢 就是提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 因为这些女的 她们都关心这么一个问题 我记得那个刘凡说 因为白刘苏漂亮吧 但这些都不说明问题 对不对 你说她漂亮吧 那漂亮的人多了 对不对 为什么她会喜欢她 我相信现在全世界的人 关心这个新闻 也是同样的问题 女的喜欢这个男的 大家理解 为什么这个男的 现在还喜欢这个女的呢 尤其在中国人心里 尤其女性的心里当中 会有一个 所以不要说别人 人人心里都有一只视力眼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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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现在变成一个传奇 但当初相信他是没目的的 现在这个男的已经找不到一个没有目的跟他认识的女的 不管怎么样的人 他当初这个是没有的 这是第一 我们从旁人来分析他 第二 他们在一起七八年 他整个Facebook从酝酿创办 很多很多事情他们都是一起做的 他们不是生意上的合伙人 他们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也是男女在一起的 非常重要的基础 你两个人一起做一个事情 我们以前讲过 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相貌吗 是财产吗 是什么 都不是 而是你们一起做过的事情 只要你回首 你觉得我们一起做过的 没有百分之一百是开心的 但是要是开心的 好的事情 多过不好的事情 这个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难得 对不对 所以我想讲 其实美国不一定都是像我们说的 都能这样 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我刚刚说不是想帮美国说美国文化好 怎么样 我就说他们就是那样 但反过来呢 我也不是要说中国富豪都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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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瓢块 但起码我觉得这几个想要这样子征婚 或者这几年也常听到富豪征婚那些消息 我在好奇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征婚 就好像似乎他生命之中没有机会得到过像你刚才形容那种爱情 在他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他没有认识过一个女人是毫无目的的跟他在一块 然后他们一起共同做一些什么事 对共同做过什么事 他没有过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跟异性之间的友谊发展成的爱情吗 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不懂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这么征婚你略各种条件 在我来讲这比较像是配种 就假如说你今天是要从优生学的角度考虑我将来的儿子孙子怎么样 我真的要配出一个优良品种 哦那我完全懂 是但这就不是爱情吗 对是 我我觉得我就是你 我觉得你所说的哈是从这个好的地方去理解 我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觉得就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增加选择 他现在有钱了 我可以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这帮小农业似的你知道吗 他会觉着 哎我要就什么生活当中随意接触的 他可能不是第一流的女的 你看他把女的啊也分了品级 所谓品级就是一些硬条件 当然学历也是 比如说性格温不温柔啊 学历有多高啊 长得有多漂亮啊 体型怎么样啊 皮肤怎么样啊 家庭怎么样 你看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配种 的概念 那么 我有了190美元以后 我周围真正能遭遇的人也许只有50个女的 这个小范围 我恐怕找不到人类里边第一流的女的吧 所以呢 我可以征婚嘛 征婚我用另一种方式 就像选美一样 我可以选出最好的种 可是这样子啊 你们想过他也排除掉了一些女性 他首先排除掉 当然就是某些 他不屑于去参加这种活动的女性 当然 而且你选到的都是带有个很强的目的来的 对 当然也确实有一种就是啊 好多这个像做投行的这些人呢 嗯 你知道啊 那家伙真的就 对 过去说什么呃 几年不见女的 什么的看见母猪都是双眼皮的 嗯 他们是累到一个什么程度 或者说这个工作繁忙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你让我认识一个人呢 一年每天都在飞几乎吧 每天都在飞啊 提这个皮包 在飞机上就是他他他他的酒店 飞机就是他的酒店 那么你像这样的人 他见了很多女的 可是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和结果 你知道吗 最后就是空中小姐 最后的空中 对空姐都换来换去啊 你你无法维持任何一种感情 那么这样的人一旦事业有成之后 或者还或者或者或者 就是事业还在进行中怎么办呢 他必须用一种现代社会 比如说征婚 短评快的方式 夸其我得选择 相亲啊 对相亲 否则的话我没有机会了 嗯 也有这种情况 上上《非诚勿扰》啊等等 不不不不我觉得哈 关键还不在于这些老板想要什么 我觉得整个这个富豪征婚的事情啊 是中介环节在起关键作用 嗯 其实中介他们有力 对不对 他们去跟老板说 哎 你看您现在大把条件 我们可以帮你的物色的一流 您只要愿意出多少多少钱 我们帮你组织 然后那边自有大把人报名 然后他们中间 据说能介绍一个见面 得中间费得五万块 啊 然后如果他们交朋友 他们交朋友 这个女的只要见面交朋友 送三百万房子 给这个中介 给不是给中介 给这个女孩 但那个中介也不会少 那个关键我不是说中介做生意不好 做生意谁都想做 关键是背后的指导思想很可怕 就是你们刚才一个指导思想 他们公开提出的 这些老板对社会责任很大 他们要为他们的富二代找好的妈妈 影响到我们社会健康发展 啊 这个指导思想啊 非常可怕 这就我讲个不好听的类比啊 你知道五十年代 我们有很多干部 损失了家庭不全了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时候很多复联啊 很多就是帮他们介绍 对 口号是一个口号 为了革命 你看我们的首长 现在需要这样的 这你还少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听过很多 就是为了革命的种子 为了革命 为了这个明天 为了我们祖国 这个东西啊 现在我们回头看 当初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 而今天他们异曲同工 这个背后的想法是 我觉得是有点 更比那些好色 比那些贪财 比那些女的希望嫁有钱老公 更成问题的一个观念 我跟你说 干什么的 都能把自己说成理想主义 枪枪三人形 社会责任 正面的 幸福座也是 东鹏瓷砖拮据黄牌大发送 1965年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 在太缅辽兵区秘密部署特战队伍 光武部队 2000名兵力藏身金三角 潜伏大西南 凤凰卫士深入丛林中的特工训练营 全球独家解密 蒋介石最神秘的影子部队 丛林密宗 金三角国军特工部队解密 星期六 凤凤卫士中安排 星期六凤凰卫士中安排 不是说现在北京清理那个三菲外国人吗 你说现在中国成了一个很多外国人的乐土 其中有一类外国人就你们说的 我甚至觉得好像英美国家的人呢 实际上怎么说呢 比咱们保守 我这个话说的不准确 就是说他们到咱们这儿啊 有的时候是开了阳婚 你知道就是我 我对我印象很深的 他们其实找老婆也就真的是岁数差不多 那他都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他老婆也就是满脸褶子了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每天 然后周末带这个孩子两条狗出去 在哪打的野餐 就这日子你知道吗 枯燥的很 他们有这个跨国公司 派到上海的你知道吗 跟我们一起玩啊 那个外国人呢 预期不归了都 就是说要求公司啊 我不回美国了 对 所以你的从阳没外 你不要以为就是说 外国人多么清教徒 他打中国人的乡风迷雾 一打就倒 你知道吗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呀 你们中国这个岁数的人 还能够跟十八九岁的女孩子 坐在一起玩啊 你知道吗 他觉得第一开始 爽极了 一开始他很不适应 因为在他的眼里 这些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因为他都五六十岁 这些小孩 你知道呗 在美国比较难 对他不觉得是女人 但是到后来他适应了之后 那谁也不知道 那谁也不知道 对吗 你这 什么逻辑 他不想回去了 讲到相貌 讲到相貌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有中国人可能觉得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讲 这个 这个Facebook 那个老板娘 不符合我们理想当中 选美的那个份 可是 外国人看中国人 又是不同的标准 对不对 你在洛杉矶 就是 很多中国 中国的这个美的标准啊 是很单一的 对 在乾隆下加南的时候定的标准 没错 就是江浙这一带 瓜子脸这个份是最占便宜的 所以广东的女的也划不来 北方的女的也划不来 所以对于中国男人的这种大一同的审美标准 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女的出国去 他你你到了LA你就可以看到 那真的高帅富的白人啊 牵着一个在我们印象里小小眼睛的 是是是是 香港也很多 开开心死了 而且啊 观念是什么 我我跟你讲 我有个亲戚 我有个表妹的女儿嘛 她MIT毕业 她现在找一个男朋友 找老公的Stanford嘛 他们到上海来拍结婚照 拍结婚照 你到什么情况 他就给他化妆啊 后来那个女的才发现 因为他其实在美国长大 他对中国还不了解 后来他总结一个规律了 他说他们化妆啊 他们来了都不看我 就说我的男朋友好看 然后千方百计 要把我化成他的样子 啊 你明白没有啊 就是要把他皮肤要搞白 呃 呃 呃 就是千方 要把我变成他的样子呢 他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一个 一个华裔的女孩就提示 这么个简单 可是上海的化妆师是觉得这样才好看 洋气啊 呃 这叫洋气 以洋为美 反而这个洋人他并不觉得 他觉得他这个老婆很好看 我觉得这里解释了很多美学的这个 多元化的美学标准 其实对一个社会是健康的 对不对啊 所以增加流通了 女人全有救了 对吗 在这混不好的那边当美女了 你知道吗 就说凤姐去了那边很有情 很受欢迎啊 真的吗 去美国了 你怎么那么兴奋呢 你不是老是让我很厉害 他说明书好普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解释度 我哈普生啊 什么什么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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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